6月20日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文件 名为《关于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军、提高军队建设质量效益的措施》 其中提及《恕劳过解日子》思想、精打细算 要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能和国防资源使用效益 所谓勤俭建军或者军队过解日子口号 中共近年也有提过多次 但是这次是明确的公开喊话 外界多认为 这表明政府真的没钱给军队了 经过2020年至2022年 政府实施的严苛疫情清零政策 掏空了地方的财政 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的公务员降息潮 几乎波及了中国所有的省份 津贴奖金取消或者减少了 2022年年底清零结束以后 中国经济依旧是继续下滑 复苏困难 有知情民众表示 将心潮已经从公务员研及到了军队 曾在军队服国义的华先生退役后经商 他在接受海外中文媒体采访时说 现在大家都没钱了 包括很多公务员的工资 那些退休老人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到账 都在拖延 拖延不是拿不到先拖半个月一个月 国营也是一样的 包括部队里的 我很多战友在部队里的 很多补助现在都没有了 他们的那些补助半年都没发了 多名退役兵也证实 很多公务员和退休老人的工资 无法按时到账 军队许多补助现在也都没有了 警察同样在降薪 严海某是一个派出所副所长表示 他也降薪了 而且派出所的其他人全部都在降薪 据说 中国的军工研究机构也传出了降薪的消息 之前 大陆社交媒体网站上出现一个最后编辑时间 为2023年12月18日的帖子 说航天 中电 中船 兵器 很多研究所开始降薪了 降5%到30%不等 之前的一些军工所降薪的帖子没了 写的内容也都没了 另外 2020年4月 有网友匿名发帖 述说了他在2020年入职航天客工6院私医所以后 工资的变化 2020年7月到2020年12月 平均每个月税前1万元左右 2021年1月到2021年6月 降到平均税前8000元左右 2021年7月到2021年12月 则是平均税前6000元左右 加上年终绩效 工资一年比一年低 外界担心 中共的军人和警察的待遇有所下降 反映的中共当局财政紧张 缺乏激励机制 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军警像地方官僚系统一样躺平 你有分析认为 中共要保证军费 不敢大量削减工人的工资待遇 为了省钱 可能会减少军被采购和训练的经费 那么说到军费开支 就不得不说一说中共军队的腐败盛行的实际情况 其实 中共公开的军费 往往比实际的要小得多 国际上比较公认的是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评估数据 按照该所的资料 2003年 中共军费大约是331亿美元 2012年 已经快速增长到大约是1451亿美元 从2003年到2012年 中共军费累计大约为7788亿美元 再往前推10年 从1993年至2002年大约的10年期间 中共军费累计大约是1812亿美元 从2003年到2012年的10年期间 中共军费猛增到之前10年的大约4.3倍 这20年间 江泽民掌控军队 贪腐盛行 第一个被查的贪污药饭是古军山 它涉案金额超过300亿元人民币 其中被核实的贪污款和社会款多达6亿多人民币 拥有300多处房产 并包养了23名情妇 此外 茶叉的黄金重达400公斤 值得注意的是 古军山还只是一个增长 中共前军委副主席薛财后于2014年被查 其2000平方米豪华地下市中 茶叉的现金重达一吨 当时 诸顾军队关接晋升有明显的价格标准 连涨修20万元人民币 营涨30万元 团涨100万元 市集100到300万元 军集的要500万元 大军区集则高达1000万元 习近平上台以后 对军队进行大清洗 以反腐的名义 打掉了至少160名将军 但是 这也没有改变军队贪腐的情况 糟糕的是 随着火箭军的东风时期 东风21D 东风26和东风41导弹陆续开始批量服役 海军多艘驱逐舰 航母也开始服役 新装备耗资巨大 军费不断增加 这让中共军队内部的将领们又找到了发财的机会 据悉 从2013年到2022年的10年期间 中共军费累计大约为22604亿美元 假如按最保守的比例有20%被贪 近年以来 习近平为实现军队反腐和强起来的目标 大幅增加对军队的投入 强调 军后军官收入主要依靠工资 不能有其他的灰色收入 在2014年 2018年和2021年 习近平先后三次大幅提升军人工资 尤其是2021年的加薪 将军人的工资水平调整比公务员高出20% 使得军人的待遇普遍超过地方的公务员 自2023年10月15日起 当局正式实施军队文职人员待遇保障 中央报告就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习惯过几日子 随后各地严格控制三公的经费 并紧缩一般性支出 这竟然反映了中共面临的财政困难 中共官方确认内蒙古、湖南、北京等三省区 相继推出了具体的过几日子措施 例如办公桌椅、电脑、公务用车等设备 只要还能修理或者使用就应继续使用 中国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官网公告显示 北京市是最早推出这些措施的地方 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在2月就宣布了19项具体措施 包括充分发挥公务仓调移补缺、资源统筹作用 例证入伤资产数量、调剂资产数量同比提高50%以上 澎湃新闻6月7日报道表示 多地已经公布最新一轮的行政精简的比例 范围在2%到5%之间 中央政府去年初发布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 中央国家机关人员编制精简5%的目标 并且要求地方也要精简 地方党政机关人员编制精简 由各省党委结合实际研究确定 现象两极不做精简要求 地方政府也紧跟中央脚步 四川内江市发布的内江市机构改革方案提出 按3%的比例对市集行政编制进行精简 河南省洛河市发布的市值机关行政编制精简 和核定专项方案采用一刀切的方法 统一按3%的精简比例 共精简54名 甘肃省发布的甘肃省行政编制精简方案 按照5%的比例推进行政编制精简工作 山西省今年2月 山西频道报导 这次改革不增加厅局级机构 逐步缩减省市两级公务员行政编制 省级减少3% 市级至少减少2% 有报道指出 北京当局财政紧张的局面 导致多个经济大省 例如江苏、天津、广东等地因财政枯竭 导致公务员遭欠薪或减薪 以广东省为例 洪女士告诉海外中文媒体 她父亲今年90多岁 是一位副厅级的离休官员 原来的离退休金约有3万元人民币 最近单位通知她从今年的1月1号起 每个月减少5000元 并且追缴过去两年多发的离休金 每月倒扣5000元 共计减少12万元 洪女士认为 这反映出中国财政紧张的严峻程度 广东某部门知情人士透露 现在形势变了 很多地方能够按月正常发工资 已经是很不错了 年终奖取消 企业补贴拖欠 且申请政府补助以后 即使审核通过 自己也因财政紧张 无法及时拨付 知情人士还表示 广东主要是以民企和外企为主 由于贸易战等因素 订单分流到东南亚 南亚等地 深圳东莞的商业活动减少 2022年 欧战争进一步加剧了这一个问题 导致中国制造业的订单减少 影响了地方财政收入 台湾总体经济学者吴嘉龙表示 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严重的财政危机 真的是没钱了 已经演示不下去了 只好叫公务员勒紧腰带 吴嘉龙也解释了 中国政府为什么现在没钱 他指出 以前地方政府为了得到上级重视和升迁 借钱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种债务的经济模式 虽然是建设工程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缺乏经济效益 贵州山区修建的许多高速公路和桥梁 就是典型的例子 由于没有经济效益 这些项目反而变成了债务 还需要额外花钱来维护 尤其是在房地产危机之后 地方政府无法通过批地来获取财政收入 这部分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大约40% 现在地方政府不得不削减公务员的工资和奖金 以弥补这一切口 地方政府没有了卖地收入 只能依靠中央的转移支付 但是中央也是无力提供 这就是财政危机的根本原因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 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